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有11条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的新闻呢,是关于俄罗斯的 那么俄罗斯呢,在今年啊,在2月底的时候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到现在呢,也没有结束的迹象 我认为呢,这一个冬天不会结束 今天我看到美国有专家预测呢,说到明年夏天末的时候,说这场战争能结束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啊,我认为好像是没有道理 现在丝毫看不到明年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迹象表明呢,明年夏天会结束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啊,除非就是美国以及西方给乌克兰断供 如果你给他断供的话呢,他活不下去 那自然呢,他就会要求和俄罗斯进行和谈 只有那样才会结束这场战争 不然的话,他结束不了 因为今年俄罗斯呢,有十个月都在战争当中 那么美国以及西方呢,就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呢,肯定会垮掉一半 但是呢,真正的经济学家呢,不是这么预测的 经济学家预测说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啊,就是美国那边的预测啊 说俄罗斯呢,今年2022年的GDP可能要下降8%到10% 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今天有一个报道 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部长表示说 俄罗斯经济呢,克服了数波的单边制裁 尽管外界预测悲观 但是2020年俄罗斯GDP的降幅将会在2.9%以下 他说呢,甚至今年在某一些月份 比如说在9月的时候 然后GDP环比还增长2%呢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 那俄罗斯的经济估计呢,这应该就是事实了 因为俄罗斯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呢 和美国的这个对决呢,还是很有一套的 美国呢,主要就是通过三方面来瘫痪俄罗斯的经济 第一个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想瘫痪俄罗斯的金融 想通货把俄罗斯从Swift给他踢出去 然后呢,让俄罗斯的货币卢布跌成废纸 一度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3月份的时候呢,俄罗斯的卢布确实是跌到了127卢布 换1美元 占前的时候呢,是1美元换75卢布左右 那么美国的这项操作呢,一下子就让它降到了127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果断的采取了一个措施 说呢,任何一个国家你跟我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你必须用卢布,一下子把卢布就挽回了 挽回之后呢,美国再也无计可施 我刚才又查了一下,1美元兑62卢布 基本上是卢布最低点的一半还要多 这是美国的第一手呢,现在就是失败了 那么美国的第二手呢,就是通过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 结果呢,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带来的效果就是呢 能源大涨价 这样呢,使俄罗斯卖出具更少的能源 换来更多的钱 所以呢,等于说这一手它也失败了 而且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上,它也有好朋友啊 那通过它好朋友,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 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使得呢,欧洲降低的那些个购入量呢 完全得到弥补 而且呢,据消息说呀 美国和欧洲其实并没有少买多少俄罗斯的石油 并没有少多少,少是少了,但是并没有少多少 现在呢,今天正好是G7再加澳大利亚 对俄罗斯能源设定这个上限啊 俄罗斯的原油,他们设定的这个上限呢 就是60美元一桶 那欧盟现在呢,也通过了说设置的上限的也是60美元一桶 但是欧盟的那个还没有生效,没有开始执行 但是G7以及澳大利亚呢,今天已经生效了 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呢,并没有引起来一个市场的波动 为什么呀? 因为俄罗斯压根就不会卖给你 不会因为这个俄罗斯卖出去的石油就少了 就影响了这个世界上的石油的供给啊 它影响不了 而且昨天的时候还是前天 OPEC家又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再一次的确定 继续延续每天减产200万桶的这个政策 所以呢,现在石油市场的价格呢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呢 美国对俄罗斯所推出来这三招全都失败了 这是第二招 还有一招呢,就是通过战争来拖垮俄罗斯 结果呢,其实我们看到 是俄罗斯花的钱多,还是美国花的钱多 按说应该是俄罗斯花的钱多 因为这场战争当中 俄罗斯一边呢,一个是他打的炮弹要多 再又是呢,俄罗斯打的炮弹全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面出 对吧,但是乌克兰打的炮弹呢 按说应该没有俄罗斯多 确实是在战场表现出来的 也是没有俄罗斯多 而且呢,它是分散的 西方的这些国家 有三四十个国家 他们分摊的 按说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呢 他们给乌克兰供应的武器呢 远远要多于俄罗斯投入到战场的武器 那为什么没有看到效果啊 没有在战场上看到,是因为乌克兰的腐败 使得这些武器呢,都流入黑市了 那么这一点呢,也有美国前一阵子还专门派出来的人到乌克兰去调查得到了确认 美国调查的结果是只有10%的那些武器可以查到他们去了哪里 其他的一概都查不到 我们不能说其他90%全流到黑市了 但是呢,这里面应该是这90%里面绝大部分都流到黑市了 就连非洲的一些小国都能够看到 原本是支援乌克兰的那些个弹药 所以综合来说呢,其实美国花的钱还比俄罗斯还要多呢 总之呢,就是美国这三方面想通过这个机会把俄罗斯拖垮 结果呢,就没有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所公布的这个数字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好,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中国的近邻蒙古啊 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蒙古这三天呢,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 他这抗议活动到今天已经持续第三天了 而且呢,他们的情绪是越来越激进 那人数呢,据报道是有几千人 那如果越来越激进的话呢,这个人数有可能还会增多 而抗议的手段呢,有可能更激化 发生暴乱也未可知 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个蒙古啊,他们出现了价值18亿美元的煤炭被盗 他们有大量的煤炭呢,不见了,被盗了 价值18亿美元 他的吨数呢,是650万吨的煤炭 现在蒙古政府呢,说是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要求中国政府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 因为蒙古啊,他们大量的煤炭是卖到中国去的 这个被盗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个蒙古人呢 他跟我反映说呀,蒙古虽然说实行了这个多党制的所谓的民主 但是呢,他们的政府啊,和那些反对党啊 他们都沆线一气,非常腐败 这件事还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 好,这是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呢,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啊 我们都知道呢,在俄欧冲突发生以来 西方资本呢,都撤出了俄罗斯的市场 就连麦当劳都撤出了,对吧 这样呢,就是俄罗斯这广大的市场呢 就由中国来进行填补 啊,中国的汽车,中国的家电 进入到俄罗斯市场以后呢,备受欢迎啊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 说俄罗斯分析机构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截止到2022年11月30日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经销商 总数达到了1000件 说这个数额呢,在10月中旬的时候 还是830件,也就是在一个半月的当中 就增加了170件 你就可以想象出来呢 就是中国现在进入到俄罗斯的市场的速度有多快 下一条新闻呢,也是关于这个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国防部发布了一个消息说 部署在千岛群岛 帕拉穆西尔岛上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冷宝岸防导弹进入战备值班 那在一年前的时候呢 在2021年的12月份 俄罗斯就部署在千岛群岛中部的一个 马图拉岛上的冷宝岸防导弹呢 就转入了战备值班 此前的时候呢 这个岛上还修建了具有一定支持能力的军事基地 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说法 说俄罗斯啊 在2月份的时候 如果不对乌克兰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话 他也是要发动另外一个军事行动的 另外一个军事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对日本 我们就知道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 日本就在他的北海道 在那里进行了部署 并且说呢 说俄罗斯会攻打他这个北海道 现在看来 日本人的这种害怕啊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是俄罗斯现在 正在乌克兰进行特别的军事行动 看来呢 他们仍然是在做好准备 适当的时机 要和日本来干一下 好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日本了呀 日本呢 自从安倍以来 老是想在世界上呢 刷这个存在感 又想跃跃欲试啊 想在世界上呢 冒头 当老大他是不可能啊 那么当个老二啊 或者是当一个美国最大的狗腿子呀 这种意图呢 这种意图呢 是很明显的 但是日本的首相啊 在日本国内民众的认可度呢 却越来越低 今天日本公布了一个民调的结果啊 说日本民众呢 对岸田文雄的这个认可度啊 现在达到了百分之六 就是民意调查呀 只有百分之六的民众 认可岸田文雄的执政能力 以及他的执政这个成果 百分之六 这也太低了吧 这是不是就得赶紧这个引咎辞职啊 之前的他的那个首相菁义伟 好像就是因为民意调查支持率太低而下台的 是不是啊 好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加拿大呀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叫乔丽哈 他在布加勒斯特呀 参加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 他说啊 说加拿大正致力于在印太地区 投入新的军事资产 以帮助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说今年夏天加拿大呢 曾经派出了护衣舰 和美国一起穿越台湾海峡 说这次呢 可能会再派出三艘的护衣舰来穿越台湾海峡 为什么要穿越台湾海峡呢 一个是要保证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来击破中国说台湾海峡 不是国际水域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加拿大是不是太幼稳了 是不是太幼稳了 第一呢就是你派出一艘军舰也好 三艘军舰也好 就能维护当地的和平与稳定吗 第二就是那个地方呢 中国说不是国际水域 但是中国还说了 尽管如此 任何的这个船只啊 包括军舰呀 如果你是安全通过的话呢 中国是不反对的 所以你这三艘军舰从那通过 你要搞点动静出来吗 打几炮什么之类的吗 如果你敢打几炮的话 你看看中国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你不声不响的 就从那通过的话 能说明什么呢 本来中国就允许你从那通过呀 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的幼稚 为了拍美国的马屁 反正美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不需要花钱吗 这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啊 加拿大很有钱吗 加拿大现在这个能源省阿尔波塔 心里都不平 他们认为呢 加拿大整个加拿大所花的钱 尤其是联邦政府所花的钱 就来自于他们那儿的能源 现在他们就说了 这能源我们不想跟整个的加拿大 我们省外的那部分来分享 我们强调我们自己的这个自主 甚至他们还用了主权这样的字眼 那么这些我们且不说啊 今天我都看到有网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让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说 哎呀非常的这个伤心 也非常的生气 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加拿大呢 有一个退伍的一个老兵 是一个女的呢 那么他之前在军队的服役的时候呢 他就参加训练 结果受伤了 摔成了高位截摊 然后他就坐轮椅 2016年的时候呢 他还参加了那个夏季的奥运会的残疾人渔农会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加拿大有一定贡献和牺牲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坐轮椅嘛 他说他五年前啊 他就提出来要在他们家修建一个轮椅的那个坡道 结果呢 最近他收到加拿大政府给他的回应 结果呢 这回应信里面说什么 这回应信里面说呀 如果你特别绝望的话 你可以申请安乐死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叫什么玩意儿 那么这位老兵呢 他现在特别的生气 就把这事儿捅到了加拿大的媒体 今天加拿大的媒体都炸锅了 电视台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你不帮助他 你还要搞死他呀 帮助他死 修一个残疾人的坡道能有多少钱啊 结果呢 这件事一公开不要紧 有另外的五个老兵也站出来说 他们也收到了加拿大政府给他们发的 建议他们申请安乐死的那种信 你说加拿大这什么玩意儿 人权 这是人权吗 可笑不 失望不 我看到那老兵他就说非常痛心 非常难过 加拿大政府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现在加拿大总理已经宣布了 这个事儿呢 要进行调查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给他们发去安乐死的这种信 这是在加拿大里什么稀奇事都能发生 这种事儿如何在中国发生还了得了呀 这你加拿大的钱你该花的你不花啊 你跑到中国的台湾海峡 你去穿过啥呀 那军舰开到那去不要钱呢 好 下一条新闻 还是关于大S和汪小飞这事儿 大S和汪小飞这事儿呢 现在是吵得是沸沸扬扬啊 基本上这大S就算是臭了 尽管就骂人家 骂人家做酸辣粉 就觉得挣酸辣粉呢 这种挣小钱的 前两天又公布了汪小飞给他打欠条 说他们其实是没有钱的 我就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 如果是你大S是有钱的 他是没有钱的 你为什么要管他要钱呢 是不是你应该养着他呀 啊 就跟王丽红似的 王丽红就需要去养着他老婆呀 尽管很多人就不承认 大S是这个明星 是巨星哈 他是不是和王丽红也差不了多少吧 他是不是应该倒过来 应该养着汪小飞呀 汪小飞可他妈不是已经 那翘将男已经不属于他们了吗 对不对 按照大S说的 他们已经是穷光蛋了 还得靠卖酸辣粉这么便宜的东西来一点一点的挣钱那么可怜 那你大S怎么不去养着他呢 我认为这个汪小飞和他妈妈哈 现在应该撕毁他之间他们两个那个离婚协议 因为那是一个不公平的协议 如果当时有大S对汪小飞的胁迫呀 或者是诱导啊 他并不是出于本意而签这么一个协议的话呢 更应该去申请废除这个协议 重新要求大S养这个汪小飞 把孩子要过来 让大S养汪小飞 好 咱们现在呢 不说这事啊 就是在大陆呢 基本上这个道德啊 都是站在汪小飞和他妈妈的这一边 那么在台湾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有媒体采访那个吴宗献 大家知道吴宗献吗 吴宗献在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说他很理解这个汪小飞 他说汪小飞给出来的 对给大S的那些什么所谓的补偿啊 赔偿啊 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那样的补偿 另外呢 他还说呀 他会教育他的女儿 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 这个就很显然了 很显然吴宗献呢 对大S是不认可的 那是不是吴宗献和大S有什么过节啊 吴宗献说这话呀 然后我找了一下 没有找到说 吴宗献和大S有什么过节 第二呢 就是像吴宗献这样的 他也不会说 因为跟大S有过节 在这时候就踩这个大S S一脚 我觉得他也不会 好 这是这事 下一件事呢 就是 古爱玲 还记得古爱玲吗 古爱玲在冬奥会的时候 出尽了风头啊 在冬奥会之前呢 说实在的 我并不知道古爱玲 但是呢 他在冬奥会之前 在中国已经是很深入人心了 很多人知道这丫头 那么他冬奥会之后呢 他就去上学去了 对吧 在学校里面 在大学里面上学 然后今天呢 他又上了热搜 而且呢 说是 这一张图片 瞬间就冲到了 点击量5.3亿 请注意啊 5.3亿 我的个天哪 是一个什么图片呢 就是古爱玲 貌似啊 恋爱了 他在滑冰的时候呢 和一个男孩 两个人呢 亲吻 这个照片呢 被人放到了网上 就这一张图 瞬间说是 上了热搜 上了热搜以后呢 马上这个点击量 达到了5.3亿 就说明呢 大家还比较这个 关注这个古爱玲的 那么我也看到 好多网友的 这个留言啊 因为那个 貌似男朋友的 那个呢 是一个白人 这个报道上说呢 说他的男友啊 高颜值 但是很多人说 颜值高个屁 这就有点吃醋的味道了 但是吃醋是吃醋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是正常的一个情感 就是你自己家的女孩子呀 她被别的男孩带跑了 这个家里人呢 总有心里面有点酸溜溜的 但是我看到那些 独运人们呢 他们就说 哎呀 这些爱国者啊 情和一看呢 这些爱国者呢 就要心碎了呀 找了一个白人的小伙子 没有找中国人呀 这其实有什么好心碎的呀 对不对 这个谷爱玲 他本来 他的父亲 就是个白人 他本来 他就生活在 他出生和生活在 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的周围呢 就是白人的小伙子 要多过 其他族裔的小伙子 你说 他跟一个白人的小伙子 谈恋爱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哪里至于说 心碎呀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这白人的小伙子 就不爱中国呢 那白人也有很多挺中国 而这个不齿美国的 所作所为的呀 对不对 有很多呀 那在现在在中国的 那些白人不要太多呀 你就在网上随便找一个 会说中文 中文说的非常溜的 那白人 男的 女的 多的是 是不是 太狭隘了 那些 那些独运轮们呢 太狭隘了 好 下一条新闻呢 让人 真的是 我觉得啊 哎呀 这事呢 中国人应该 吸取点教训 他是什么呢 说中国有一个留学生啊 他在美国说 夺枪袭警这个案呢 今天开庭 说罪名如果成立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 判至少四十年的刑期啊 那他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这些小伙子啊 中国留学生啊 他叫杜于浩或杜于豪什么之类的 这拼音啊 今年是25岁啊 他在美国留学啊 那么有一天呢 他说开车呀 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下来了 警察拦下来以后呢 他就对警察说 你能杀了我吗 你能杀了我吗 就很嚣张啊 就是咱们在中国经常会看到那样的人 跟警察叫板 耿着和脖上啊 就逼着警察 甚至拿手就指着警察的鼻子 比警察可嚣张多了 那么他到美国呢 也演出这一套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 把美国警察也吓一跳 美国警察说怎么还有这样的 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碰到这样 哪怕是我给他跪脖死 他也不敢怎么着啊 那么这个男孩呢 就是那样 你敢杀了我吗 你敢杀了我吗 然后和那个警察搏斗 结果在这个搏斗中间呀 警察是有枪的呀 结果那个枪呢 子弹就发出来了 打到了警察的腿上 这还了得 你袭警在美国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事 结果呢 枪还响了 打了美国的警察受了伤 这还了得呀 那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体现出来了 中国呢 有一些这个刁民呀 没有法律意识 跟警察叫板 在中国你没什么事 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视频 就中国的那些警察呢 被他们逼的 简直是没辙没辙的 好多人就是说呢 这人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还真有那个 跑到美国以后呢 跟美国的警察进行叫板的 这位小伙子 这一生就算完了 中国呀 真的是这个法律意识啊 从小孩的时候 要教育他们 这种法律意识 你要对执法者 有敬畏心 他是执法的呀 如果那些执法者 无力的话你想想看 整个社会就不会足够安全 最后一个新闻是 关于这个韩国的 我们都知道呢 韩国有一个总统魔咒 就是他们的总统啊 已经有好几个总统 下台以后呢 被投入了监狱 说文在寅就特别聪明 他下台以后呢 他就到了一个偏远的农村 跟他的太太一起说 我就去种地去 躲开这些是是非非 但是你躲得了吗 你不找事 事会找你啊 今天呢 韩国有一个消息啊 说文在寅当总统的时候的 一个特使 今天被正式批捕了 这个特使想当年 曾经受金正恩多次的接见过 就文在寅下台之后啊 我就看到韩国其实不停的就在揪着一些细小的事呢 老是揪着不放 那么现在对文在寅的这位特使啊 现在正式批捕了 传递的一个信号呢 就是韩国政府要对文在寅下手了 文在寅呢 可能也躲不过这个总统毛咒 那如果说啊 文在寅躲不过的话啊 为什么要搞文在寅 这些总统下台以后 仍然要搞他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文在寅要被搞的话 那谁这么恨文在寅呢 文在寅做的事情 比如说和朝鲜的关系和缓呢 和金正恩的来往多呀 谁最恨这件事 还是大漂亮对吧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